这小子还真是货 偷着我最珍贵的药材 薛普头 我已经叫那两个傻兵啊 全部看过我的二叔家属下 就是没有那个老头子啊 很想而知 薛普头啊 你一定要救救我 我好不容易才是当胡义军指挥 身家性命全部都在 这本是薛依仁职责所在 天地只会物须多言 有事请便 来 好 来 来 找 小姐姐 你那个师父到底行不行啊 我师父当然厉害啊 真的啊 厉害像会收理这种徒弟啊 人家快断气了 我看是凶多鸡少了 哎呀 走啊 哎呀 哎呀 不要理他不要理他 娘跟你说啊 你能够找到这样的师父 娘真替你高兴 来 这个是厨房特别为你做的小麻花 你带着节节馋啊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这是臭老头子 那个偷钥子要真有本事的话 就光明正大的出来跟我们打一番啊 你啊 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他都做贼了 还跟你讲什么光明正大啊 我告诉你 这种贼呢 通常都是斗智不斗力四两拨千斤 善于乔装改办 小儿科小儿科 专制小儿科 宜蛮杂症的 小儿科 这年头走风当中都有一副好身手 华琼秀俑哪能入得点行家的怀意 失陪 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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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叔叔在叫我啊 慢慢吃 别噎着 都不掉我 都不掉我 阿强 您倒说什么 被这个材药大到一阵风 你可有什么看法 图我一直在想 这一阵风为什么要偷药呢 偷去卖钱嘛 那他干嘛不直接偷钱啊 他 高兴 阿强 你能这么想 可见进步不少 从这个思路去入手 倒不是为一条途径 我心中已有可疑的对象 咱们得好好地去追查 阿强俊兰 你们去查查这方圆百里之内 所有的药部和大夫 看看最近有没有人去求诊 需要用到名贵的药材 师傅 是明察还是暗房 明察容易打草青蛇 还是暗房的好 是 是 闻了七天八天了 帮文白里都问骗了 什么都没问到 别好耐心 还有几家没问啊 本来想说当捕快有多简单 把坏人抓一抓揍一揍就好了 没有想到这么累 一奢花还累 我还是那句老话 回家搭小姐吧 不回去 直接不回去 那就再走吧 回家搭小事啊 等一下呢 是男的病人呢 就说我在睡觉 女病人呢 在叫我啊 待会儿 你刚没听到大夫说 是女的她才搭理啊 我不是女的吗 你像吗 好 好 我就跟她说我是普快 我来查案 总可以了吧 师傅说要案法 不能明查 这 义安 去去去去去 我才不要了耶 我又不领儿嫖们的薪水 那你总是领我的钱吧 就你去就去 走啦 你就三两年薪啊 养得起我吗 我现在吃自己耶 药柴呀 你们自己想办法哦 这 怎么办 這個迴春堂是我們最後一個希望 你們幹嘛這樣看我? 這...游喜了? 什麼? 你別開玩笑了 賣相確實如此 不可能的 人家我還是黃花大閨女呢 黃花大閨女有這種賣相還得了 來...我要仔細給你檢查檢查 來...我們到裡面去 等等...我不需要檢查 我是來問事情的 你不要開玩笑 你這個賣相很嚴重 你要趕快好好的 趕快檢查 懂不懂啊? 來...我照裡面 我仔細給你看 等等...我不要檢查 媽... 等等... 你先坐下來 來...我給你好好檢查 等等...我先問你一個問題 我最近老是找不到我爹 我爹他身體不好 需要入藥 梁大夫 最近有沒有外地來的人 是需要人生還有福林 來入藥的 你爹是吧 你剛剛講的那兩個藥呢 老頭是沒有 不過這個...小孩子有一個 小孩子叫做... 叫做小石頭的一個小孩 有...有...有... 真的... 真的...我告訴你 我想想看 那個小孩子啊 他是天生是弱症 小孩子弱症很麻煩 還好啦...我就給他配了一副這個人生養容丸 後來又弄了一副這個... 福林刷給他 這兩個藥材都是很名貴的 我告訴你 我偷偷還留了一點下來啊 很普得你要不要啊 大夫 那我請問你 那些人生還有福林 是您找來的還是他自備的 都是他那個...那個老頭自己帶藥來的 也很奇怪我告訴你 我那個時候一直在想 他們這個...婦女啊 家裡情況很糟糕 住在後面那個...很窮的那個村莊裡面 怎麼有這麼多名貴藥材 這真是想不通的 大夫啊 謝謝您啊 謝謝你 哎呀姑娘 看什麼啦 我還沒有好好給你檢查檢查 你就要走了吧 大夫我看您... 我看您這樣是要洗澡了 我就不打擾您啊 不... 你跟麥香一定要好好檢查一下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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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看您張手 不要你的東西 喂 喂 你是什麼人啊 你有什麼資格管我跟我女朋友的事情 我怎麼沒有資格啊 我是他的...老公 這說什麼東西 哦...老公 你們兩個好啊 搞仙人跳 想要來寬我啊 什麼什麼仙人跳的啊 我告訴你 阿翔... 阿翔... 廣吧 阿翔... 對不起啊 我沒有想到下面全都是仙人掌 怎麼了 阿翔... 阿翔...怎麼了 阿翔... 阿翔... 這個月也真是... 逢吹吹就倒 隨便打打就壞了 真是不中用 阿翔... 阿翔... 師父回來了沒有啊 還沒有耶 他們說兩天都沒看到雪浮頭了 怎麼辦呢 他又是發燒又是內傷了 我看,我去请大夫,你在这儿守着他 好,快去 娘,痛啊,娘 乖乖乖,儿啊,这个不怕啊,大夫这一会儿就来了 乖儿子乖儿子,乖乖 娘 乖儿子乖儿 乖儿 乖儿子乖 居然嫩了,是你呀 谢谢你照顾真难为你了 没关系了,咱们是兄弟嘛 怎么这么痛 那是因为 你还不习惯 以后你打多了摔多了就不会怕痛了 这不都可以帮你 以后我就每天摔你半个时辰 然后打你一百拳怎么样 不用不用 不用老家 别客气了 我最喜欢帮你家忙了 俊男我会不会死啊 来不会 你这么大的人 哪这么容易说死就死的 你别怕死不了了 对不起对不起 你别那么怕死吧 男子汉大丈夫死就死 大不了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你别乱讲好不好 不是 我是在想我娘 每一次我爹 逼我耍拳弄滚 我总会弄得全身都是瘀青 都是伤 我娘 他就会帮我上药 他总是默默不语 每一次眼泪滴在我身上 每一滴 都是那么的心酸 我娘 他就像活菩萨 他的眼泪滴在我的伤口上 我的伤口竟然就不痛 我娘每次逼我刺秀的时候 那个针刺在我手上的次数 都比刺在步上次数还多 我爹他就捧着我的手看 他心里很难过 可是他还是想办法逗我开心 这些话 我从来都没有说给别人听 因为 从小别的玩伴 都不理我 说我 娘娘腔 其实我有好多好多想法 我好想说给别人听 可是我爹 他只逼着我练我 我娘就忙着掩护 他们都没有心情听 我还不是 我那个娘顾着的要命 她总是说这个世界上面 没有什么事情她办不到的 所以 他就不死心也不认命的 非要把我变成他心中那个样子 我一肚子委屈了 只能跟我爹说 不然都跟燕儿说 可是他们怎么办呢 还不是听听 安慰几句 然后 无能为力 我们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挺好的 他们为什么不肯接受呢 就是啊 就是啊 要是他们肯听我们说就好了 看来 你的心情只有我了解 是吗 是吗 有没有听人家说过 夜宵在叫 他就是在数病人的眉毛 等他数完了 是吗 那个病人 就会死了 真的啊 这样子那个夜宵就数不清的眉毛了 师父老花你聪明 我也不擦吧 在我的心目中 你从来都没有擦过 你从来都没有擦过 大夫大夫快点跟我来 不然要出人命了 大夫大夫在里面 里面 好 大夫大夫大夫 大夫来快点快快 你在里面这儿给我来 夜马 我 夫人 我陪夫人来看病的 你来干什么 俊岚呢 我 夫人 養了我吧 徒弟公公 徒弟婆婆 那个阿强他该不会就这样 就死掉了吧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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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要让他死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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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因为同情他 可怜他 我才这么说的 我没有别的意思 你不要误会 我又不会照顾生病的人 他要是因为受伤死掉的 那倒还好 要因为我不会照顾他 他才生病死掉的 他一定会变成鬼来找我 那我 死 我怎么可以说他受伤死掉的倒还好 拜 拜 拜 反正 千万别让他死了 拜托 拜托 我们来做个约定好不好 只要阿强能够不死 我就 呃 我就 以后我就少做他一点 好不好 就这样说定了 谢谢 谢谢 嗯 呵呵 这小孩说我主意啦 自己说自己言 说我才让我们来窃盛 嗯 要来窃盛 感觉是很严重 感觉像他说这样会适合 对啦 但那个小孩这么严重 那种来又有很大福 好 想想他们两个没带没钱 才能够做国贵啦 不知道有人在栽贴吗 有 怎么会没有 你没看 这两个刚才把薛葡萄 把他调教下去 那两个怎么会有一个困难呢 唉 我还是不放心啦 这两个小孩做出大门喔 唉 我看你这就硬了 没想说这两个啊 当初你会惊起来 要做阿娘喔 不管小孩发大门 都要跟小孩一样 放心啦 人家说啊 这甘山台有灾情出的 效忍是可恶 安啦 快点 这谁找我啊 怎么说清楚咧 你 你进来了就知道了嘛 快 来 俊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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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烟粉出卖我 你都怕不冷 我能不怕吗 你给我说说 这身衣服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已经拜了精神名补为师 好像补快了 补快 一个女孩子家里当什么补快 跟那些三教九流的人在一块 像什么样 回家去吧 这样不是办法 我竟然在家里做不几个好女儿 倒不如踹出些别的 搞不好还可以应该别人 宣战一首好 好 好什么 何家的女儿是个好补快吗 这有什么关系 我批那是真本事 俊磊 你不是还病着吗 乱跑什么 我已经好多了 俊磊 你一刚走 师父就回来了 你 你不是铁力家的上业吗 怎么也成了补快了 他现在是我师弟了 我跟师父学武功 他跟师父学智谋 我跟师父学智谋 我让你出事了 傻子在做什么 上工了 走 我刚出来 我没有 没有 我刚刚说你还没有 我没有拿出来 我没有拿出来 我没有拿 我没有拿出来 我没有拿出来 我快事吵什么 不快大哥 您来正好 就会客人到我店里面说要看玉器 还说要看我店里面最好看玉 结果呢 这个我一回头 这个玉就同样手里不见了 您给我评评理 你是骗子是吧 东西来抓 这位老板 您说话要凭良心 我全是上下让你受骗了 而且我东西全在桌上 我那有什么汉玉啊 这这个吧 这块黏土也是你的 是 是 你放一块黏土在身上做什么 随手捡的 去哪 把这片子给抓起来 好 快 做谁做脏啊 现在又没脏 你干嘛误赖我 你要脏 我给你 这是我的汉玉啊 你这臭嘴你 乖 你用快速说话 将汉玉黏在桌子底下 身上当然找不到张物 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走出门外 待会儿你的同档 就会乔装客人 再悄悄的从桌子底下 把汉玉拿走 你的如意上盘 打得到真不错 你还有同档啊 在哪儿 装 我就是门口 穿着灰衣服 那一个男子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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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 这两人穿的都是山东简愁 颜色相同 是一样又一样 所以就不难推测了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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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试图即刻前往一探 请县老爷放心 放心 当然放心 我也预祝薛姆头抓得顺利 辛苦了 老爷辛苦了 大老爷的眼神怎么怪怪 阿强俊兰 这事你们办得不错 我一时的心里很安慰 多亏师父教导 这阵子跟着师父脑子仿佛开窍了不少 师父领进门修行载个人 你们要继续努力 师父 我的披空长已经不再只能够披空气了 我刚披的那个片子 我八管他三天下不了床 我一时知道你日夜苦练颇有禁忌 很好 如果将来有尘气尘采的一日 那都是师父教导之功 栽培之德 对对对 我心里是这么想的 只是嘴巴说不出来 谢谢师父 够了够了 我一时知道你们的心意就够了 正式要紧 那一阵风偷了御用药材 等于成了亲命药犯 咱们师徒得赶快去追查他的下落 以免有误 是 车里没几户人家都看片了 就这户最可疑 回忠堂那个大夫说 那个需要吃 那个需要吃人参养丸丸和福定庄的小孩是先天坐着 我看看小孩挺像的 哎呦 聽都聽會了 哦 你這麼厲害啊 你別擔心 我們家什麼都沒有藥最多 你在這裡等等 我去拿一些給你吃 哎哎哎哎 小妹妹 你們家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藥呢 我爹去買的啊 誰叫我從咬身體哭啊 我就拿藥來當飯吃 你在這裡等等 我去拿 爹 兩位有何貴事 看愿啊 薛骨頭這一次啊 能抓到一陣工啊 讓我們能找回那些仗師跟皇帝氣 大老爺 你知道嗎 這一次為了認識極奧 我都瘦了一大圈啊 哎 可是我們的仗廁房企 也不能落在這個薛骨頭手裡啊 他一看就是那種 不上到軟硬不吃的人啊 哎 我們的把柄要是 落在他的手上 搞不好情況更糟啊 這 跟路也太天了吧 這 師父你幹什麼事啊 你趕去附上禮啊 你再出去賣啊 你啊 不是 那這樣吧 如果呢 薛骨頭抓到一陣風 我們就讓他把飯人壓緊回去 把他掉開 我們就繼續收他的住處 您看怎麼樣 要是他不依不給收呢 那 那就做了他 哎 對 這一陣風抓到之後啊 這個姓靴就沒有利用價值了啊 嘿嘿 他要是乖乖聽話那就算 要是愛手愛腳的話 那就休怪我們心狠手啦 是吧 爹 哈哈哈哈 等一下 我要小姐 車不停車 我就說 只要什麼三個人肩並肩 同心協力 沒有辦不到的事 我們兄弟倆經過這兒 我弟病了 接你們在院子休息一會兒 不行嗎 算了 不歡迎我 我們就走吧 慢點 你怎麼看起來有點眼熟啊 我可不認識你啊 小石頭 爹帶你到林子裡去打兩個野味 招待這兩位哥哥 好啊 可是你從來都不帶我去林子館的耶 爹的話你都不聽了啊 走吧 餓賊哪裡走 果然是你 依震鋒 你盜竊成信 如今又偷了奉侄押韻的藥材 藏下滔天大禍 還不束手就擒 非要等我動手嗎 請問大明 在下薛依仁 在下薛依仁 那個依震鋒還真有面子 驚動了精神明補 薛依仁親自出馬 你別裝了 你就是依震鋒 你老說我是依震鋒 你有什麼證據 小石頭 唐大夫給你配的 人參養龍丸和福林妝 都吃了嗎 是啊 大哥哥 你看我乖不乖 乖 你真乖啊 怎麼這兩樣都是實際的藥材呢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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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啊 唉 師父 你做什麼 幫他解血 為什麼 我們好不是為他擒住他 啊 方才他為小孩子奮得心 況且咱們是兩個打一個 他心中必定不服 余正鋒 您信不信 就算我把你的穴道解開 咱們重新打過 我一樣能擒住你 我不信 助手 走 這個啊就是宜正鋒 走 讓開 把老爺啟動了 把他啟動了 把他啟動了 快啟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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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正鋒 讓你給你宜正鋒 快走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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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做什麼 你沒看到 大老爺在這兒啟張嗎 啟張有啟張的規矩 能把現場弄得這麼亂 這究竟是 薛伯偷 你沒看到他們在找東西嗎 何必愛他們的事兒 李政公,你到底說不說東西放在哪裡? 你們到底要找什麼東西? 憲大老爺,你到底在找什麼? 就算是起張吧,哪有憲大爺親自動手的? 少囉嗦,出錢! 看來此事另有蹊蹺 憲大老爺不說的話,那我只好請你出去! 李政鋒,你告訴我,他們到底在找什麼? 憲大老爺,快說,有什麼好機會?有我在,快說! 憲大老爺,我來,去撞傷誰? 快,快,快 vors,你自 riots,殺了你們師父? 快呀 爹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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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哭 师父还没死 师父 我一定会抓到一阵风 把他碎势万段给你报仇 那是说啊 你为什么把师父送回县衙 还要带他到你家里面来呢 为了以防万一 你是怕那一阵风再来 可怕的 搞不好并不是一阵风 我觉得这件事好像有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明明在茅屋外听见 师父进去以后 好像跟现在也那几个人吵了起来 一定是因为吵架 才让一阵风有机会暗帅师父 一阵风身上如果有刀 那你跟师父打他的时候 他为什么不拿刀出来抵挡呢 而且我看他惯用拳脚 身上并没有冰刃 这个嘛 起张有起张的规矩 为什么现老爷只带两个自家人 而且还气急败坏的亲自动手呢 你不觉得这件事另有心跳吗 这个嘛 哎呀不知道 反正哪不管现在狼心狗肥的东西暗算师父 被我抓到的 我一定会抽他的筋 抽他的骨 剥他的皮 剁下他的耳朵 够了够了 光是说的一嘴好武功有什么用呢 自己刚过瘾罢了 好 你聪明 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做啊 暗算我师父 被我抓到的话 他完蛋了 我告诉你 惹到本尚 他瞎着狗眼了 我不能抽他的筋 抽他的骨 我还要把孩子 我快突然挖出来去喂狗 我跟 喂 你去哪了 喂 叶南啊 我问你啊 你们家那个俊男小姐啊 他是 他还有没有整天追着我们强儿打呢 没有没有没有 你们家少爷啊 怎么样 我看得出来啊 我们家少爷 不不不 我们家小姐 他那个少爷 我嘴上不说 可是啊 心里头还挺有一点那么佩服体力少爷的机制呢 真的 伯伯 大夫 我师父现在怎么样了 这刀伤上到了脾脏 不好意思啊 那怎么办呢 来来来来 我跟你们讲啊 你们两个人出去 让大夫静下心来开房子 反正这边有我们在照料子嘛 啊 我们照料理师父 你们就不要 不要灰心了 快出去 快出去 哎呦 老婆啊 我们不能去参加 老母娘娘的伴徒 想起来而已 怎么会变成这样 那天一天一天 一天多久 就算了 算了 哎 刚才来到不少的这点 我看是不行 但是不得你出去玩 啊大夫人的伴徒 我一天三分七分之后 那怎么找到都不太困难 那是要怎么 那也不要紧了 你没听说 你刚往往就不出名了 少年人可以去找找看吧 刚才在这一段 家里没大了 刚才能小滚当家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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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这点 是你那个师父好多了吧 哈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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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个人能准得到一阵风 没有一个人能救得到我 喂 我们不是人哪 我们一定可以抓到一阵风 你在这什么时候的节骨眼上开什么玩笑啊 哎 你看不起我们哪 本少爷五高高强 哎 五哥哥你别急 我们会竭尽全力的 二叔 以后才是在你府上丢的 要是皇上乖决下来 怎么一锅主神也跑不掉了 到时候我只顾得了我自己可顾不了你了 干什么 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吓唬我是不是啊 哎 你的男子气魄跑哪里去了 遇到事情你就变成耗子了你啊 爹 你别生气 五哥哥他是心里急 没有对你不敬的意思 嗯 爹 哎 怎么我们说话都没有人在听的 大概没有人相信 我们能抓到一阵风吧 总有一天 让你们大开眼界 阿强 要是那个一阵风逃走了怎么办 他带着一个病孩子逃不远了 好 就算把整个后山翻过来 我们也要抓到一阵风 跟我旁边不远了 嘴 你也要带着 є 他没有请币 是 Beauty 我很了不起 必须跟那个狗官拼你拼 小姐 你怎么回来了 你怎么也回来了 不是不能 你没人照料 有 杰丽将军府上人多的是 杰丽府委安排妥妥当当的 你不是和强少爷 当后上去找一阵风吗 找到没有 我不行了 早了两天两夜 我什么都没找到 我又饿又累 我要回来洗个澡 睡个觉 真巧 这是要给绣坊的大娘吃的 你先吃一点 你不行 不行 说到这里根是不靠家里的 不吃不吃 吃吗 不吃了 说不吃就不吃 你倒是真有骨气啊 每天稀饭 咸菜 说话还挺大声的嘛 本少爷别的没有 就是有骨气 是 俊兰 回到自己家里来 还讲什么骨气啊 你看你 在面熬得又黑又瘦的 回到家来 就要多吃一点东西 我吃了 燕儿 要不吃 就把它钻下去吧 是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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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兰啊 我看你这个样子 是不是很累了 怎么回事啊 工夫很忙啊 现在抓那一阵风 都得靠我们了 真的啊 当然了 夫人 你听到没有 抓一阵风都要靠她跟 女儿 不是围娘子在泼你冷水吗 你想清楚吧 捕快是件正经事儿 不是你们小孩儿玩伴家家 我劝你回来 别给人家添乱了 夫人啊 你说这话就不对了 不是 我是说你说 说的这个话 有待伤血 有待伤血 怎么说 你不是也看见了吗 俊兰哥阿强啊 联手破了骗术奇案 一个是有勇 一个是有谋 真是天作之合啊 只要他们以后继续努力啊 一定会成为一个神补 民补 龙凤双补 还温补量补十全大补呢 你以为这么容易啊 他们哪行啊 这捕快每天面对的不是坏人 就是贼 多危险啊 这女儿有危险 你不但不担心 你还拍手叫好 你这什么爹啊 我 我是看他做捕快 做得挺开心的嘛 是啊 小孩玩火也很开心 你也让他玩吗 好了 别吵了 我走行了吧 俊兰俊兰 你别走啊俊兰啊 爹有一阵子没见到你了 挺想你的 我走了 好了俊兰 小阿姨进来了 在门口下轿呢 小阿姨 我好久没见到他了 小阿姨最疼你的 又不知道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我去见他 慢着 你在这儿给我待着 为什么 你看他现在这样 人家会怎么想 应该在闺房里绣花的闺女 跑去做什么捕快 竟跟些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 我得费多少唇舌给人家解释啊 说不清的 对不忍他 好 少爷 肚子饿了吧 快来吃 你说了我不吃 我知道你不肯吃家里的 所以我特别另外为你准备了 青菜豆腐 青菜豆腐也不吃 你放心啦 我这是从你那三两年薪里后 扣除了八文钱交给厨房的 这些伙食可是你自己挣来的 吃嘛 好啦快点吃了 慢慢吃哦 慢慢吃哦 你怎么就吃这青菜豆腐啊 你怎么就吃这青菜豆腐啊 青菜豆腐很好啊 你以前不爱吃青菜豆腐的 我转性了 我现在最爱吃青菜豆腐了 我现在最爱吃青菜豆腐了 青菜豆腐就是我的命 味道啊 춘ature豆腐 还好吧 好 我很好 其实你瞄他还是疼你的 他刚才说那些话也是无新的 爹 我真的有他們見不得人嗎 我是仙 坤我也是仙 坤坤哀哀 人心仙 仙坤紅也是仙 擦擦鬧鬧 擦歪線 水是老心仙 這麼努力 這麼認真 他一點都不看在眼裡 他還想把我給藏起來 把我被娘保險 把我丟她的臉 女兒 有仙蛋在 你不要跑 只要你好好的把補塊做好 做給你娘看 久而久之啊 他也會看在眼裡 明在心裡 他也會以你為榮的 不會 她不會以我為榮的 別難過啊 俊蘭 你好 你看誰來了 俊蘭 是阿姨 我們俊蘭呢 現在是本縣的補塊 補塊 補塊可不是人人能做的 我們俊蘭好認真好努力 再磨裂一段時間 說不定就能成為什麼名補神補的 燕兒 是 成天吃青菜豆腐 哪有力氣做怎樣 我吃